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景图,我是岛主 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就是我们这个前车啊 那个后面拖一个拖挂房车,怎样玩才更省油,更安全 首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前车呢,都是有一个排量的啊 包括车的一个重量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后面如果拖的这个拖挂房车啊 如果它越重的话,那包括下压力也越大的话呢 那肯定会消耗我们前车的很多的这个动力啊 消耗掉了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前车费油 包括之前说的一个配重安全 就是我们的那个后车呀 配重不但要合理,你还不能超重啊 基本上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拖挂呢 它的就是载重呢,一般都是100到200公斤左右啊 小一点的,可能有50的,这种很少 那基本上的拖挂都是它的载重100或200 那这个时候其实要算一下100和200公斤也没有多少的 首先你的水箱啊,加完水之后呢 这个重量就一般120升的水箱吧 那基本上就会多个100公斤了 那你加完水之后,如果是你这个载重100公斤的 那基本上你水箱加满,你其他的不用装了 其实水啊,完全如果你的就是说 比如你超过100公里的路程的话啊 如果是在这种就是不是去的很荒凉的地方 其实有人的地方都可以加到水的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几个地方加水 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服务区啊 高速的服务区是都可以加水的 还有就是加油站啊 只要有加油站的地方也都是可以加水的啊 尤其是大一点的中石化,中石油的加油站呢 都是可以加到银,就是这个自来水的 还有嘛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饭店啊 找一些饭店啊,小店啊,小超市啊,贴在边上嘛 给点钱啊,加点水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很好加的,所以没必要我们在家里面摆水箱水加的很多啊 开了几百公里,到目的地就为了摘点水 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从安全的角度,从这个省油的角度啊 都是不划算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很多的生活用品 那我们在选择这种生活用品,比如说餐具啊 比如菜板啊,厨具啊,厨房用品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尽量也都选一些轻的啊 玩方车你要有一个过日子的心 有很多东西,比如小伙伴喜欢选这种瓷器啊 选择瓷器的话呢,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是在车里嘛 冰冰邦邦的啊,它不太好存放啊,容易碰碎 二一个就是确实很重 这个呢,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选择这种就是塑料的啊 或者是这种不锈钢的 一个是轻啊,好存放 喝喝碰碰也没事 包括我们选择就是一些相关装备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带一些啤酒 饮料啊,这样 建议呢,大家如果就是上高速啊 或者是就是长途旅行的话 还是把它放在前车啊 一,你增加了前车的这个重量 嗯,然后呢,前车呢 就是说这种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然后呢,尽量给挂车减轻一些负担 那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拍摄一个这样一期就是配重 包括这个就是重量方面的 包括省油方面的视频 就是说现在呀,我的这个设计这个房车呀 也正在研究它的细化一些 就是差一点点细化的东西 就是在它的一个载重问题上 包括它均衡配重的问题上 其实一款好的房车如果设计好了之后啊 它左右轮它承载的重量差不多的啊 即使基本上不会差个二三十公斤啊 几乎就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有一些它这个设计的不好的话 那可能它差了就差一个五十公斤以上 然后如果它水箱再在一侧的话 你再加上水之后那差了就更多了 尤其是我们东西装的在不够均衡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智轴房车呀 它这个左右配重啊 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的不是前后了啊 是左右 前后非常重要的当然 但是左右也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这个车才能更省油 前后配重合理的同时 左右配重也要合理 你不能偏沉 对不对 因为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房车其实重量的东西 要有几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房车门 遮阳棚 然后是冰箱 还有这个电池 电池是最重的 然后是逆电气 还有这个煤气罐 燃气热水器 拆暖 基本上这几个就是说 固定的一个重量 都是相对有一些的 车门遮阳棚是动不了的 但其他的是可以略微改动的 那如果这些其他的一些配置 你把它均衡的 就是说放的话 尤其是重的东西 比较重量比较重的 比如说这个电池啊 冰箱啊 逆变气热 你把它现在放在轴的附近 那这样你整个车的稳定性 相对就好一点 然后呢 整车的比例啊 下压力的比例 在整车的一个总体配重 也要合理 还有一个这里说 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说我设计的团购定制板呢 我会把这个水箱 放在轴 那个车的 车箱的下面 车轴的上面 这样的话 即使我去哪里玩 我想装满水的话 它也对车的安全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包括呢 就是电池 电池和逆变气的位置 放完之后呢 其实我建议很多厂家 你都撑个重 其实在撑重的时候 其实也挺简单的 你就搞三个那个 搞三个秤就好了 三个点你撑上 累积起来就是它的总重量 这个错不了的 然后你撑重的时候呢 你就是注意一下 比如你电池放一个位置 你先设计一下 电池放这个位置有多重 电池放另外一个位置有多重 冰箱有多重 这可以反向推一下 不难的 这个呢 随着你慢慢慢慢 就是积累这方面的数据 那到最后呢 做出来的车呢 它就会平衡度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买车的小伙伴呢 要多留意一些 这个房车的配重 包括它前面下压力的一个重量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 就是说 那个中间这个轴 所承受的重量 还有左右轮的一个 一个重量的分布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选的一个房车呢 配重合理的话呢 一个是安全 是一个保障 第二个确实会省油 这个也是我从这些天来啊 跟几个厂家 跟一些就是说设计师啊 包括一些车间的这个工人师傅啊 聊天呢 聊出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自己总结了一下 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很关注我的 那个团工定制版呢 近期也基本上就是会定下来 其实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 还需要完善 还需要个厂家完善 那有最新进展呢 我会以视频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的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永途 里面有我的微信 那有最新进展 我也会以朋友圈的形式发布的啊 那基本上近几天就会发布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拖挂房车的小伙伴 点点关注 拜拜